之前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在这个交错次元维度里面有一位先知 先知 这名字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 我记得之前好像听谁说过 哎呀你忘了吗 泥土村长之前说的预言 我们需要进入交错次元解开所有秘密 先知会告诉我们答案 哦对对对 就是这句预言 可是先知跟这个怪物有什么关系呢 你难道还没明白吗 我要你们来找的这个傻伙 他就是先知啊 哈 先知在这个塔顶上面 不是吧 我们这么容易就找到先知了 是谁在打扰我休息 吵了打扮天了到底有完没完 哎他来了他来了 我就说嘛 这个家伙脾气古怪 如果是外人来的话 他一定会出来的 哎完了这下跑不了 如画 我们两个今天可能真的要变成别人的晚餐了 就是你们两个家伙在这里打扰我休息 嘿嘿 你这家伙终于肯出来了 我之前怎么叫你你都不肯出来 你说你是什么意思 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个烦人的303也在 我知道了 一定是他把你们带到我这里来的 大大青蛙 木天花呀 怎么有这么大一只青蛙 烤 烤 烤天鸡 天呐 这么大一只烤天鸡 要是把它拿着烧烤的话 不知道多香呢 哎 什么玩意儿 烤天鸡 哎呀大姐 你可别冲动了 现在不是我们吃它的时候 而是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它吃掉 你们把我叫出来到底有什么事情 不对呀 这只大青蛙好像还是用木头做的 好神奇啊 哈 木头做的 哎 可惜了可惜了 木头做的那就不能吃了 真是可惜呀 下面让我来龙正介绍一下这只大青蛙 这是传说中的机械先知 你们可以问它任何问题 它都可以帮你们解答 机械先知 它真的能回答我们的所有问题 我才不会回答你们的问题 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呀 谁来都能问我问题吗 喂 303 这个就是你说的什么问题都能回答 等一下 你身上的这个奇希 难道说你是阿娘 哎 阿娘 这只大天鸡它认识你 这个奇希 这是一火的味道 绝对挑不了 好家伙 你居然知道我身上有一火 你是怎么发现的